大家也知道这个年底是 11月美国的期中选举 他们这些议员一波一波来 就是拿出他选区 要给选民买单的这个证件 要台湾买单 这个等于是把台湾当提款机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过分的是 你要知道当时总统府发言人 张敦涵 他是怎么去骂联合报的 他说联合报又来了 齐心可意 他说联合报用强销这种的字眼 简直是什么对台美关系毫不尊重 对访兵不尊重 对台美关系毫无帮助 齐心可意之外 他还扯出把2020年 联合报发了一个喊给总统府 争取他们要办一个什么 世界的什么记者年会 类似这样的活动 新闻年会 然后他说当初 总统府这个发言人他就说 当初我们收到这份公文 我们总统府根本没有相关预算 我们才觉得你是来强销 直接翻旧账 其实老实说 那边这个报导是我写的 2020年联合报发文给总统府 这个是我写的 所以我还蛮清楚这个过程的 你总统府最后有没有给一毛 没有 那现在我们的华航买了16加8的波音 那谁是强销 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 所以我觉得总统府有时候 玩一些政治的语言没有关系 你要攻击媒体没有关系 但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发现 联合报这家媒体在台湾 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 他帮台湾人民看到了一些 政府不想让你看到的事情 这就是电影千万别抬头 告诉大家的 政府在做一些事情 他不让你知道 口译消失 新闻稿 那个逐字稿消失 如果你没有看现场的这个影片 你根本不知道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后来陆续都还有 包括日本的这个要要求 我们买这个高铁车厢的 前阵子来的 日本那个日华肯谈会的这个议员 一样啊 各国开始把民进党政府 当提款机的时候 我们台湾老百姓要更提高警觉 而且格里汉他被你消失 他还不开心 他回美国他再讲一次啊 告诉你 他是直接发新闻稿 而且他那个新闻稿就直接说 24架80亿 这个订单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政治买卖嘛 嗯 这完全不是什么华航什么什么 依照什么专业的判断 绝对不是 为什么 这个 我们之前节目有请过一位叫张志豪的 大家还记得吗 热血机师 对这次要参选议员嘛 民众党 他之前是华航机师 他就讲过了这个所谓的空中巴士 跟波音的这个 他们在当机师开两种不同的飞机的感觉 他们说大部分机师比较喜欢开空中巴士 杨明哥你太厉害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线上真的 因为今天张志豪他要跑行程的关系 所以我们另外找到另外一位 也真的是很热血的一位机师 所以我们的饶自强 自强哥你好 大家好 虽然你不是非华航的 但你对这个空中巴士跟波音之间 据说应该是每一间航空公司都差不多嘛 就是两边的购买都会并成 不会单压哪一边 可是据说华航到现在已经变成是买空巴呢 还是买波音 还是会两箱并成 但是这最后的结果要交给辅方来定夺 干嘛呢 那个航空公司是这样 它的概念是这个飞机的机型 是怎么样能够符合它的经济效益 能够符合它的载客或载货量 跟它这个航程的需求来做采购的 所以像我以前在乔轮航空 我们有波音的飞机 有空中巴士的飞机 所以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跟公司没有关系 跟你的决策者 你的机队的需求 会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波音的好处 这个空中巴士也空中巴士的好处 当然它的法国的这个空中巴士的逻辑 操作逻辑 跟这个美国的这种 这个波音公司的系列的飞机 逻辑会有些人性化的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在合格的这个飞行员 他经过专业的这个训练跟考核 他一定也都可以取得这个 进行的这个执照跟证照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跟航空公司 我想比较大的关联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官股的公司占了成本多 跟这个私人企业的公司 他的考量点跟他采购的方向 或许会不一样 或许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因素 当然波音这一次这么急 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当然疫情也受影响 然后呢 他在我们稍后也会谈到 在大陆这边的一些订单也受阻了 人家改跟空中巴士来签约 那不过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其实方金也一直在盛传说 波音他的这个安全的疑虑 还是有的对吗 应该是说 飞机在正常情况下 飞机不像车子 他都有一些备份的系统 包含电脑包含相关的设备 所以基本上是都不用担心的 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那不会说是因为空中巴士的逻辑 跟这个波音的这个系统逻辑 有点不一样 就有安全的疑虑 我相信这个是 这个是非专业的讨论 那当然如果说像之前 早期的这个787 或者是737 800型的飞机 他有一些技术命令上需要做调整的 当发生了很多疑虑之后 他会统一的把所有的飞机 做成更改或者是零件做更坏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没有存在 波音的公司飞机比较不安全 空中巴士的飞机 法国的飞机比较安全 没有这个疑虑 OK 非常感谢我们自强哥 今天在线上帮我们来示意了一下 让我们更了解整体事件的原貌 感谢自强哥 谢谢 祝你一个愉快来下午 谢谢 杨明哥你刚刚太懂CUE了 所以其实刚刚你讲到张志豪 跟你分享过 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不过这一次 其实你刚刚也讲到 他们本来是会有去做权衡的 现在就是政府说什么 就要你买什么 而且不要忘记 现在是华航 其实他相对公司经营 比较碰到一个所谓的转捩点 就疫情这两年 对很多的国际的航空公司来讲 他们都会更强调所谓的CP值 那如果空中巴士 买一架波音的这个787 可以买两架多的 这个 这个 空中巴士 对于很多现在的国际航空公司来讲 为什么现在空中巴士订单是满到不行 节省成本 而且不要忘记 在美国本土有许多大报 这几年 近年有不断的有调查报导 去报导波音工厂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罗斯松 比如说一些什么 里面有一些施工的瑕疵等等 这一些 这不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媒体 也不是空中巴士制造的国家 去修理这个波音 是美国本土 为什么 因为波音的搬机之前 它的失事率确实比一般的 这个在国际上确实稍微好像高了一点点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飞机都是波音的事情 就出事都不是波音 都是波音 但是当今天你的这个制造的制程 比如说品质品管都被质疑的时候 甚至他们说什么 在那个座舱里面 你居然可以看到那个维修的梯子 直接放在里面 交机结果还有一个那个货梯 直接放在里面 让人家觉得很傻眼 所以当我们这个摆明的就是政治买卖 那政治买卖当然就是为了解决 所谓的政治问题 而我们帮这个格里汉处理什么呢 处理他当他能够连任 他能够向他的选区的选民交代 他能够让他的在地的工业发展 那台湾得到什么 接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 这些有台的议员 能够在美国的国会 提出所谓的台湾法案 比如说9月份马上要讨论的 这个把台湾这个我们驻美代表处 改成从这个中华民国改成台湾 类似像这样的法案 是民进党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 因为这可以立刻刺激中国大陆 然后可以收割 然后马上就会有所谓的抗中保台效应 而这个效应是他们必须要在年底之前 选战之前得到的这个一个回馈 所以现在因为这群众议员在年底 即将任期就要满了 所以他们必须 为什么9月马上要讨论了 而现在你看连这个阿弥塔吉他们都开始 担心了他们反而是担心 他们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子去挑衅中国大陆吗 那又会有点像裴洛西当初来台湾的概念 这个执政党这个拜登政府 他们白宫可能是持比较保守的立场 而国会是往前冲的 而这个国会往前冲 其中有很大的我们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的政府 我们给他们说到做到 我们台湾真是好棒棒 好伙伴 只要对方来提出什么需求 我们马上开给他们 但是这个未来 其实包括像这次来的 他们讲是军事委员会 很可能跟军售有关 结果马上你看他一离开 马上这个 就说军售案马上要宣布了 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排序到底在 乌克兰前面还是乌克兰后面 就算我们定金付了 我们多久才能交 这些武器每个都延后啊 每个都说要2026 2027 在80后面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缴保护费的概念 那不管是今天的波音班机 还是未来的高铁车厢 这些我们在国际压力下 所妥协下来的买卖 老实说如果今天买到的好东西 我觉得很棒 但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因为政治买卖 所以最后对方是随便做 如果今天到时候交机验收不确实 那有可能影响的问题更大 这个因为它 这个是一个政治买卖嘛 你华航就是得接收啊 你敢退货吗 到时候如果你真的发现 里面有问题你敢不验收吗 我们等着看啊 所以这样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所谓 政治优于专业之后 就是我们更担心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这些人民的纳税钱 或是说华航本身的这个专业的领导 都荡然无存的时候 这才是这个国家 整个这个崩坏的危机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呢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 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